今天我介绍这个荷莲菜 鲍鱼冬菇法菜 材料不是很名贵 但花一些心思来摆切 就可以成为一道可以请客的好菜式 现在我们就看看如何做 我今天是用罐头鲍鱼 一罐有8只即食的鲍鱼 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烹调 法菜要用水浸开 备用 冬菇去定 我一只厚身的 要浸24小时 如果你薄身的 浸一晚就可以了 红组10粒 剪开去核 放在冬菇上面 然后加入浸冬菇的水 水要浸到冬菇 水滚放进去蒸35分钟 我们来处理 半碟的西兰花和红萝卜 水滚下油 下西兰花和红萝卜 一滚起隔去水分 用冬水冲一冲西兰花和红萝卜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来处理法菜 冬水下姜和葱 盖上盖 滚起 令它出味 然后捞起葱和姜 加入油和盐适量 再加入已经用水发开的法菜 法菜滚起后 然后夹水备用 冬菇蒸好 夹起红萝卜 红萝卜只要点味 冬菇我喜欢用蒸的方法 因为会滑点和爽口点 一定要试 倒起罐头鲍鱼里面的汤 再加入蒸好的冬菇汤汁 混合在一起 我要取出两杯来做姜汁 现在我们就来和冬菇 下油2汤匙 拍扁的蒜头4粒 干葱切碎2粒 姜片5片 和薯片2粒 下隔水鱼的冬菇烹熟 用冬菇烹熟 下隔水鱼的冬菇烹熟 将冬菇烹熟 切成冬菇烹熟 加入绍酒2汤匙 山葱1汤匙 糖1汤匙 蠔油2汤匙 胡椒粉1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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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薯1汤匙 鮑魚冬菇湯 滾起、蓋蓋 用中火煮5分鐘 用1.5湯匙粟粉 3湯匙水 混合打褹 最後加入鮑魚 鮑魚是即食的,不用煮太久 拌勻就可以了 排好所有食材 加準備好的法菜上面 就完成這道菜式了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請訂閱我的頻道 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